就在最近,美国与伊朗在叙利亚突然开战 伊朗更是主动发起了多轮打击 不得已之下,美国只能被迫应战 美国和伊朗的仇恨由来已久 双方早已不是第一次交手了 如今,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被俄乌战争所吸引 而美国也被卷入了这个漩涡之中,应接不暇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伊朗突然对美国出手 直接打乱了美国的整盘计划 不得已之下,美国只能在仓促之间应战 兵家之士,最忌讳的就是多线开战 迁移发而动全身 对兵力调动分配以及后勤保障都有巨大的压力 那么,伊朗为何要突然要与美国开战 双方应战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伊朗在世界古代史上是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中转战 在近代史上,伊朗是英俄两个殖民大国的缓冲区 分界线和争夺的势力范围 1856年,正在崛起的美国与伊朗签订了友好与贸易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式 合法、合理、合情地进入伊朗 从伊朗攫取了战略利益 未战后美国从伊朗取得石油利益和经济贸易利益开辟了道路 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苏联的南下扩张建立了桥头堡 而作为弱小国家的伊朗 在英国和苏联的南北夹击下 审视夺势、委屈求全 引进美国势力 利用美国争夺霸权的野心 运用军事外交策略 巧妙地阻止了英国和苏联对伊朗的瓜分和长期占领 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 捍卫了伊朗的国家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帮助穆罕默德、李萨巴列为国王巩固政权 1948年2月17日 伊朗议会批准接受美国1000万美元的贷款 用以购买武器、军备和弹药 1947年10月6日又签订了伊美军事协定 伊朗的军队、宪兵和警察都有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控制 到1950年5月 约有80名美国顾问在伊朗的步兵、坦克兵、空军、通讯兵和军需部门 以及军校中负责监督、指导工作 他们帮助伊朗修建了20个以上的大型飞机场和沙赫普尔 布什尔与阿巴斯的海军基地以及战略公路 可以说 曾经的伊朗在美国的扶持之下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可这些好处最终却落入了少数富人的手里 而对于美国人来说 扶持这些特权阶级就足够获得大量的利益了 这也就导致伊朗的人民陷入了一种虚假的繁荣之中 没有获得真正的财富 一旦美国的经济不行了 伊朗的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衰落 在内忧外患之下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 亲美的巴列维国王被反美领袖鲁霍拉 穆萨维霍梅尼推翻 这震惊了美国政府 因为国务院和情报机构持续低估了 此次骚乱的规模和长期影响 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乎过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感受 革命派彻底推翻了所有的亲美政策 于是两国彻底走向了对立的道路 对于两国关系降温的原因 众说纷纭 伊朗的解释包括一切 一方面是伊斯兰革命之间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冲突 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傲慢和对全球霸权的渴望 其他解释包括伊朗政府需要一个外部妖怪 来为国内镇压亲民主力量提供借口 并将政府与其忠诚的选民联系起来 美国将关系恶化归因于1979至81年伊朗人质危机 伊朗一在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侵犯人权行为 其反西方意识形态极其合计划 然而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自那以后 美伊两国就陷入了长久的对立之中 伊朗和美国自1980年4月7日起就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巴基斯坦是伊朗在美国的保护国 瑞士是美国在伊朗的保护国 因此 两国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伊朗利益部门 和瑞士驻德黑兰大使馆的美国利益部门进行的 尤其是在2018年8月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禁止与美国直接对话 伊朗作为一个地区大国 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伊朗位于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陆地和海上航线上 地缘战略位置重要 伊朗具有各类丰富的能源资源 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 伊朗的人口众多 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 在伊朗的人口中以青年人口居多 高等教育水平高 伊朗人力资源丰富 伊朗在中东地区独具的这些天然优势 皆因其反美政策而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伊朗与之为敌 势必会错失众多现代化发展的宝贵机遇 在两国反目成仇之后 美国对更是年年制裁 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危机事件 此后每一届政府都对伊朗实施过经济制裁 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延续了近40年时间 美国通过金融制裁 贸易制裁 资产冻结等三类手段 以单边制裁和多边制裁的形式 对伊朗前后发起了数轮经济制裁 美国连续多年的制裁范围涉及 以伊朗国民经济命脉石油出口为核心的多个经济领域 纵观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时 能够看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经历了从最开始的小范围制裁 逐渐发展到了今天 对整个经济和金融部门更为深入的广泛制裁 以及从以前的以美国的单边制裁为主 到今天的以多边制裁 见多的历史演变 面对美国连续多年的经济制裁 伊朗完全就是刚到底 不服任何软 而是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在应对美国和制裁的过程中 伊朗历届政府想尽各种办法 合纵连横 采取各种策略来应对美国制裁 对伊朗经济造成的影响 每次到了最后 美国的打算总是会落空 时至今日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并未达到颠覆伊朗政权 或者摧毁伊朗经济的目标 而伊朗能在美国制裁压力之下 一直保持政权的稳定 其应对美国制裁的措施 就显得非常重要 伊朗对美国制裁的成功应对 是伊朗并未发生如美国所期待的结果 可以预见 在伊美关系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 制裁仍将成为伊美两国交往的 主要体现之一 而随着伊朗应对制裁体系 与机制的不断成熟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效果 只会更加轻微 但无论如何 伊朗长期与美国交恶 让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持续不断的制裁 严重禁锢住了伊朗经济的发展 伊朗也未与美国的对峙付出了代价 如2012年美欧等国对伊朗 发起了史上最严厉的一系列经济制裁 使伊朗经济上遭受了重创 许多西方公司也在重压之下 纷纷撤离了伊朗市场 伊美两国的对峙关系破冰 易容冰难 长期的敌对关系 使得伊美两国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两国在多年来持续对峙状态下 积累的矛盾也已经根深蒂固 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 就是美伊两国战略层面冲突的直接体现 时至今日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大部分制裁措施仍在持续 这也表明伊朗与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冲突仍然存在 这种根本性冲突不解决 伊美关系的好转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由于伊美两国之间在国家战略利益上 仍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将决定制裁与反制裁 仍将是未来美伊之间的重要交往方式 经济制裁仍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有利工具 制裁的严厉与否则是美伊关系的情与表 这两个国家至今仍然处于激烈的对峙之中 只要任何一方出现颓势 就会马上迎来打击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俄乌战争的间隙 伊朗悄悄对美国出手了 就在3月23日 伊朗无人机对美国军事基地展开打击 这件事情才过去没多久的时间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对美军两处基地进行攻击 三次攻击都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样的行为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即便是伊朗一直是反美大国 但是最多敢挑衅美国一两次 如此频繁地对美国发起主动进攻 实在是在之前不敢想象的 而美国的报复态度也让人感到难以想象 之前美国是看谁不爽就出兵打谁 但这次面对伊朗的主动进攻 美国只能选择默默地不宣而战 并且美国根本没有直接打伊朗本土的豪气 反而选择了在叙利亚与伊朗交火作战 尽管这次他们出动了阿帕奇直升机 但这多少有些不像世界警察的风范 毕竟之前谁敢主动袭击美国 或者是根本不能叫袭击 因为伊朗是光明正大的进攻美国 美国也知道打击自己的对手就是伊朗 可以说这是伊朗对美国赤裸裸的直接宣战行为 但是面对一个国家对自己这种挑衅行为 这次美国的表现可以说平平无奇 虽然他们派出了阿帕奇进行回应 但是并没有打击伊朗本土 而且似乎也没有打出什么亮眼的战绩 甚至在宣传方面都不敢直接说对伊朗宣战的字眼 反而以袭击报复这些词汇粉饰太平 这与曾经那个唯恐天下不乱 打完这个打那个的美国简直是判若两人一半 是美国自己口头不敢说这是开战 并不能掩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开战的事实 毕竟双方都出动了导弹 无人机 武装直升机等设备 实际上跟乌克兰战场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只不过乌克兰战场在不断宣传 而这边没有怎么宣传而已 实际上中东即将或者已经成为第二个战场 打起来的不仅仅是伊朗与美国两个国家 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展开了大规模空袭 以色列也多次对叙利亚展开空袭 单独看起来好像是单方面的碾压 但如果拉长一下这些冲突的时间线 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在互相攻击和还击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交战 只不过为了避免战事扩大化 他们没有直接立即还击 而是隔了一段时间再进行还击 这样就让大家感觉表面上依然是和平的 但实际上已经是在交火了 而这次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交火 已经连维持表面和平的体面都完全不要了 直接选择立马还击 多轮打击 可以说中东已经成为第二战场 而伊朗目前上演了该地区的主要角色 又会给世界带来怎样影响 首先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战 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时候 美国在中东太脆弱了 现在美国正在全力以赴打压俄罗斯 并且还想连带着把东方大国也打压了 这种情况下他还想要打伊朗 但是已经没啥精力来跟伊朗打了 实际上光是在已经白热化的乌克兰战场上 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就已经全面落入下风 他们现在想要保住乌克兰都很难 更别说再与东方维持对抗 甚至还在中东大打出手了 但是人家伊朗都直接对美国动手了 美国要是一点还击都没有 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只能用这种表面上不宣战的方式 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基地发起攻击 但是他们还唯恐自己做的动作太大了 万一伊朗宣布对美军展开全面战争 那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力量 美军是很难抵挡得住的 由俄罗斯牵制住美国 这也是伊朗抓住的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机会 在军事上将了美国一军 让他们停在了杠头上 本来俄乌战争中 美国可以打发一笔战争才 现在的局面倒是让他们自己成功地 被卷入了战火当中 只是不知道此时的美国人 是不是还在想如何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发财呢 可以预见 在伊美关系为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 制裁仍将成为伊美两国交往的主要体现之一 只不过 随着伊朗应对制裁体系与机制的不断成熟 它也渐渐拥有了反制裁 甚至制裁美国的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战场显然不是对双方最为有利的选择 而美国毕竟还是世界头号大国 伊朗这种在钢丝上跳舞的行为 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观看